好 想到这个话题 CNN是特别派了记者来到台湾 而且访问了总统蔡英文 总统蔡英文呢 昨天也首度的公开证实 美军有派人来到台湾协助训练 第一时间呢 CNN的报道是以军队来形容 但是呢 后来因为也不确定军种 也不晓得来台人员的性质 所以今天CNN的记者呢 一大早在他的报道当中 是立刻改口了 先来看这一则最新的消息 那么对于总统蔡英文 接受这个CNN专访时 证实美军在台湾协助训练 大陆外交部呢 28号也就是昨天 在记者会上痛批 搞台独是死路一条 支持台独呢 也是一条不归路 一起来听 两岸统一是历史大事 是正道 台独是历史逆流 是绝路 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 四号改变不了台湾史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 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 普遍认可一个中国原则的稳固格局 凡是数点忘卒 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搞台独是死路一条 支持台独 也是一条不归路 另外一个话题来看到这是谁呢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他的身材再度成了话题 而且还成了会议当中讨论的一个重点 因为金正恩呢 他最近在公开露面的时候 体型还有他的脸都销售了很多 外界就怀疑呢 这一位出现在镜头前的金正恩 到底是不是替身呢 那个南韩的国家情报院呢 我就出面博士谣言了 他们认为呢 金正恩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他只是瘦了整整20公斤 南韩媒体韩联社就报道说呢 是引述了南韩议员的说法 这个南韩的国情院呢 最近在一场闭门会议当中 是针对金正恩的体态疑虑 进行了简报 南韩国情院是表示 他们透过了这个人工智慧 等等一些科技的方式呢 对金正恩的健康状况 进行了一番详细的研究 之后呢 做出了分析跟评估 他们认为呢 金正恩近期并没有在公开场合 用替身来露面 只是呢 他从原本140公斤的这个体重 减重了大约20公斤 才变成现在最近这个样子 比较销瘦一些 不过他的健康状况呢 是没有问题的 好那么有人呢 是在这个磅称上头数字比较长 但有些人呢 是姓名非常的长 最近全球拼打疫苗 在印尼呢 有一间媒体就拍到 在这个学校里头 去采访学生打疫苗的一个画面 意外发现呢 有一位12岁的男童 就是照片当中这一位 这个小学生 他引发了热烈讨论 因为他的名字超级长在这里 他叫做 ABCDEFGHIJKZUZU 超级长 大家都很好奇 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 而且不是开玩笑 是真的 他的这个制服上头 秀的这个名字 学号这个地方 秀的名字 真的就是 ABCDEFGHIJKZUZU 超长的 他的爸爸解释说 因为一直呢 想帮他的孩子 取一个特别的名字 在有一次呢 他玩这个填字游戏的时候 他灵机一动 所以决定要取这样子的一个名字 来帮他的小朋友命名 希望呢 他的儿子可以成为一名 精通文学的作家 那么当时呢 他的儿子一出生 爸爸就冲去办这个出生证明 办理人员看到他的名字 叫ABCDEFGHIJK 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解释完整个来龙去办之后呢 这个办理人员才相信 他不是闹着玩的 不过也因为这个名字太特别 小男童呢 他常常成为同学们 谈论的话题 他透露说呢 常常会被同学取笑 所以其实不太喜欢自己的名字 但是因为爸妈呢 坚持不让他改名 所以他呢 也只能学着接受它 接下来关心全球疫情了 在俄罗斯呢 疫情持续的延烧 累计确诊已经将近840万例 昨天一天呢 单日新增超过了 有4万例的确诊 一共有1159例的死亡 在首都莫斯科呢 也从昨天开始封城 一直要封到 11月7号为期11天 防堵疫情蔓延 在整个这个封城期间呢 餐厅啦 还有一些体育场所 娱乐场所 全部都暂停营业 学校跟幼儿园呢 也停课 只有一些贩售食品啦 药品或是一些 民生必需品的商店 可以继续营业 而俄罗斯呢 原本是很希望 把这个希望寄托在 他们的国产疫苗 什普尼克5号上头 然而呢 民众接种疫苗的意愿 并不高 截至今日呢 俄罗斯只有32%的人口 完整接种完疫苗 目前在当地呢 因为染疫身亡的人数暴增 所以在医院的病房里头 在停尸间 在墓园都出现了 爆满的景象 一起来看 这是新的变种病毒 世卫组织表示呢 从7月以来 一直在密切的追踪 这个新冠变种病毒 Delta当中呢 其中一个名为 AY42的亚型变异株 以研判呢 它是不是比原始的变异株 更具传染力 这个AY42呢 目前是已经至少 在42个国家现中了 而根据这个 一个流感 分享这个流感数据的 倡议组织提供的 一个数据显示 在所有的流感 AY42的确诊病例当中 有93%的病例 都出现在英国 另外根据媒体报导呢 这个世卫组织是表示 随着现在 新冠病例持续的增加 从7月到现在呢 发现这个AY42的病例之后 其实世卫组织就已经开始 进行了密切的追踪 除了要确定 它是不是比这个原始病毒株 更具传染力之外呢 也要了解人类的抗体 是不是足以来抵抗这个AY42 那么感染AY42的病例呢 越来越有明显增加的趋势 在英国10月3号通报的当中 Delta感染病例当中呢 这个它的亚型变异株呢 AY42就占了5.9% 专家表示说呢 针对这个AY42的所有感染病例而言呢 25岁以下的年轻患者 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哦 原因有什么呢 一方面是因为有可能 是一些长者呢 他们是优先接种完疫苗了 另一方面呢 还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年轻族群 比较常在外头跟人社交 或者呢 是因为学校返回校园上课了 也导致这个学校里头 发生了感染群聚的现象 各位喜欢全球大事业的观众朋友 全球大事业的粉砖全新上线了 新的影片还有最犀利的国际新闻观点 全球大事业粉砖通通都可以满足 现在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全球大事业或是CTITalk 就可以找到全球大事业的官方粉丝专页 欢迎大家按赞追踪 加入全球大事业的行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